上古天真论 帝曰 有其年已老 而有子则何也 皇帝说 有的人年纪已老 仍能生育 是什么道理呢 齐伯曰 此其天寿过渡 气脉长通 而盛气有余也 此虽有子 男不过静巴巴 女不过静七七 而天地之精气 皆皆矣 齐伯说 这是他天父的精力 超过常人 气血经脉 保持畅通 盛气有余的缘故 这种人虽然有生育能力 但是男子一般不超过六十四岁 女子一般不超过四十九岁 精气就变枯竭了 帝曰 父道者连接百数 能有子乎 皇帝说 掌握养生之道的人 年龄都可以达到一百岁左右 还能生育吗 齐伯曰 夫道者能却脑而全行 生年衰寿 能生子也 齐伯说 掌握养生之道的人 能防止衰老而保全形体 虽然年高 也能生育子女 皇帝曰 于闻上古有真人者 提窃天地 把握阴阳 呼吸精气 独逆守神 肌肉若衣 故能受避天地 无有忠实 此其道生 忠古之时 有智人者 纯德全道 何于阴阳 调于四时 去世泥俗 积经全神 游行天地之间 视听八达之万 此概义 其寿命而强者也 亦归于真人 其次有圣人者 处天地之和 从八风之理 视欲而 于世俗之间 无会称之心 行不欲 你于事 备服张 举不欲 献于俗 外不劳 行于事 内无思想之患 以田于为物 以赐德为功 形体不弊 精神不散 亦可以百数 其次有闲人者 法则天地 相似日月 变列星成 力从阴阳 分别四时 将从上古 合同于道 亦可使异寿 而有即时 我听说上古时代 有称为真人的人 掌握了天地 阴阳变化的规律 能够调节呼吸 吸收精纯的清气 操然独处 令精神 手持于内 锻炼身体 使筋骨肌肉 与整个身体 达到高度的协调 所以他的寿命 同于天地 而没有终了的时候 这是他修道 养生的结果 终骨的时候 又称为自人的人 具有醇厚的道德 能全面地掌握 养生之道 和调于 阴阳四时的变化 离开世俗 社会生活的干扰 积蓄精气 集中精神 自其远持于 广阔的天地 自然之中 让视觉和听觉的注意力 手持于八方之外 是他延长寿命 和强健身体的方法 这种人 也归属 真人的行列 其次 有称为圣人的人 能够安处于 天地自然的 正常环境之中 顺从八方的 活动规律 使自己的视欲 同世俗社会相应 没有恼怒怨恨之情 行为不离世俗的 一般准则 穿着装饰 普通文采的衣服 举动也没有 炫耀于世俗的地方 在外 他不使形体 因为事物而劳累 在内没有任何思想负担 以安静愉快为目的 以悠然自得为满足 所以他的形体不易衰背 精神不易耗散 净寿命也可以达到百岁左右 其次 有称为闲人的人 能够依据天地的变化 日月的升降 星辰的位置 以顺从阴阳的消长 和适应四十的变迁 追随上古真人 使生活符合养生之道 这样的人也能增议寿命 但有终结的时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